我不是要先說 我先說嗎 先說這條歌 我怕特別是楊翠老師 這條歌 是我對楊葵的小說 還有一小說 他當作原型該不會 但是我想要說楊葵 應該 就是找楊翠老師 可能最適合了 我就是非常緊張 我現在超級緊張 我比那個博士生 博士論口考跟到立法院去被弘打 質詢還緊張 這真的是我第一次非常另類的合作 我們來都很嚴肅 共產委員都很嚴肅 然後我又怕我毀了這個 我的嚴肅毀了這一場 因為看他家鄉 他是我學東華的學生 然後還有鄭卡朗 這整個 最近就是唱片台灣東西南北 我剛剛很開心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所以這有很另類的品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 我看到那個海報都說 奇怪 為什麼會有這兩個人放在一起 你們一定這樣覺得對不對 不會 不會 我覺得楊葵現在一定在那裡 那裡 那裡 不知道在哪裡 楊葵也好 好 好 那等一下要唱的這個 仙董 仙董 其實他的原型是楊葵在1932年的一部小說 叫做 獨茶小孩 這獨茶小孩 其實是用台語寫 他是一個底皮瘦痠 但是 他本來是要寫長片的 如果說 沒有說他肺結合 透過 透到沒辦法 然後又沒有錢 事實上他可能 可以把這個長片完成 這獨茶小孩寫的 就是說 有一個寫作者 他想要去山頂 還要去找那個 找那個仙董 很浪漫 很浪漫 結果他看到兩兄弟 他們是因為家庭太貧窮 所以就到那個山上去砍菜 獨茶去買 結果 我又因為巡山人員感動 他弟弟就對那個殭屍樹 落下來 就受傷 我又死了 那這個小說中的那個敘事者 我那個作家 他就覺得很悲傷 他說 我認為非常美好的 一座山上的仙董 可是對於這個貧窮的兄弟來講 卻是一個 一個厄運 一個悲劇 這就是 楊貴自己本身 他現在在聽他知道嗎 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其實他自己本身是很值得 他也是獨茶小孩 就是1932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小運動都沒辦法做了 他新婚 新婚沒有非常燕耳 新婚就是說沒有飯堂吃的 他就跑去高雄財山 大家知道瘦山 財山 在那裡 如果有一個 有一間那個鬼屋 大家都不認識 他就去做那個鬼屋 因為做那個鬼屋就是很燙的 沒有錢 所以他就去山頂掃茶 掃掃掃掃後就去高雄梅 掃掃掃後就去高雄梅 掃梅一些生花費後 有一些小孩才可以去買一百十次 頭頭走去賣錢 頭頭瞞著他太太 走去道書館看說 現在有什麼找 他說我已經是一個土包子了 我離文學太遠了 他說要獨茶 然後他很散 所以他的長子離外的大伯 他出事的時候 因為沒有錢 他還要請助產士 所以他長材是 剩菜長的 長得說他十歲之後 還會老虎 他的土材還會老虎 然後因為營養不良 所以他就得了夜盲症 所以其實這個小帥 跟他本身的經驗是相符合的 他後來還剩一個平農的便室 差不多時間 那裡的電農 有的是去惡鬼自殺的 有的是上吊自殺的 有的是被打死的 被毆打死的 所以他說 鎮腿下的農民就是死亡 疾病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個死亡跟疾病 跟他 死亡跟疾病 我本來要講一個東西 我現在忘記了 好就這個 然後所以他寫的是 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也是 我們台灣是一個記事代 中東的經驗 然後我非常高興 鄭哈朗 可以用這麼樣的一個方式 跟這個對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轉譯 然後 就 謝謝鄭哈朗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 這個楊翠老師 好 我最近找到 我為什麼寫先動作歌了 現在楊葵住過鬼屋耶 我前一陣子看到台北的時候 一直夢寐的時候我想住鬼 跟地下室 我一直被否決 哈哈哈哈 好 下一個歌 先動 哈哈 或許 包括 大喜 總統 四月一日 未成三年路 三冬無奈何祈祷 三冬三年六 悠悠四年路 一 二 三冬一 三冬一 三冬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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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